注意看大名鼎鼎的中国催泪大师魏宁辉 竟然被打得 还被老外一拳打断三根肋骨 瞬间探索在地 无奈之下只能戏赛投降 要知道此前只有魏宁辉打断别人肋骨的份 从来没有被别人打断过肋骨 能击败中国名将魏宁辉 对手自然是来者同善 他正是当今羽量级别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世界排名第二的伊利亚斯 凭借暴虐无道的残忍手段 何不把对手打费绝不罢休的作战风格 让他在来中国之前 已经连续打费超过130多人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KO狂魔 我已经做好了 惩罢中国拳坛的准备 中国的拳手们对我产不生任何威胁 我觉得东亚病夫这个名号 非常适合他们 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太不经党了 面对猖獗的老外 中国雨量级别排名第一的 中国坦克邱剑良不再言人 霸气出山 誓死捍卫中国拳坦 好不注意看 正在出场的拳手便是邱剑良 但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 因为此时的邱剑良还并非世界第一 当前他的排名是世界第十 也就是说本场比赛 邱剑良第十 对方世界排名第二 所以在死消息放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了 邱剑良 你不自量力 你找死 你属于遗软基石 但邱剑良在媒体面前也是霸戏回击 就击败强德才能成为超越强德 排名第二的山崎 这输给了当时排名第一的考 于是拿到了当时排名的第三 拿到了还不到两个月 当时的第二 马尔加干掉了当时第二的谢尔盖 然后自己的这个直接排名胜上了第二 对 而且呢 这个弗莱德是非常年轻啊 这个刚刚是95年啊 虽然那么年轻啊 但弗莱德的这个 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 这位不知道这个这么拼命的打比赛 是不是为了这个奶粉 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力量的圆权 没错 弗莱德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 而且攻击密度很高 这场比赛 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完全没有看得出来 这个伊利亚斯啊 不仅比邱建良小 甚至比邱建良小了整整五岁 21岁便拿到了世界第二 证明他的实力是相当的恐怖 而邱建良比对方大了五岁 当前的话是26岁 虽然说此时邱建良的世界排名是第十 但他的实力啊 早已经是前三的第一 他只是缺一些个挑战强忍的机会 因为很多人啊 不愿意和他打 因为风险实在太高了 打赢了没什么好处啊 打输了还会被翔走排名 包括现在我们中国拳台的张志磊 在国际这一台也是这个很尴尬的地位啊 很多人不敢和他打 右摆左扫这样的话吧 邱建良的这个新工作防住 邱建良刚才一个后摆拳踢撞 在邱建良跟磨煞布打之前呢 没有人看好磨煞布 组合战略层面上提高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们是很喜欢这样的角色 后摆拳 前两开始变速了 我们看 后手拳互赌 好 还已经逐渐变湿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场下起了条坡大鱼 没错 本场比赛是在室外举办 但是我们看邱建良啊 是完全不慌也不乱 纵使对方压得再紧啊 也是头脑冷静 灵活应对 具有威胁力 是 我准备变圈没打到 顶锡 在这个擂台上 慢慢的又开始有一点点湿滑 好 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 在第回合 虽然说布莱德看起来打得很凶啊 打得很积极 但是老谋深算的邱建良啊 早已在分数上 已经是慢慢的超过对手 所以说 只要邱建良本场比赛啊 不被KO啊 不被敌方打躺下 本场比赛我感觉 应该是胜存在握 这个就是比赛节奏啊 这比赛节奏非常好 看起来这个 分数上高 打到了 抛进去了 这个地面的确实有点 因为这点雨啊 其实呢 真的是下的雨很大 没错 两个运动员在这个 还要保持的平衡 还要保持平衡 还有高速的运动 是的 哦 腿化肩 伊利亚斯平衡 现在扫伊利亚斯的腿 有效果吗 我感觉好像伊利亚斯 有一点移动有点慢 是 但是这个 目前还不太好判断 因为这个移动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个鸡蛋鱼场地的失滑 还是这个情形上扫地有的效果 是的 这场比赛 邱介良整场的表现的 都是不慌不忙 拳也不中 腿也不猛 观众朋友们 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擂台 由于下雨的情况 导致擂台非常的湿滑 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 如果出重拳或者重腿 是非常容易滑倒 或者跌倒 那邱介良就很聪明了 他不追求重击 而是打些点数和分数上的优势 但这个伊利亚斯很明显 他的应变能力和他的头脑 没那么聪明 他还是愣头青 打得很凶 还是打一些重击 刚才这个玩家光老师也说了 邱介良一个很大的这个措施 就在场上这个节奏的变化 应用方式的变化 你看 这个非常明显 这个多点位的 有时候我打你两下 我一了 然后我有时候打你三四下 有时候一圈不打 我就 没让你抓不到 这个节奏 两个人开始 在这样的一个擂台上 两个人的这个进攻 大多数会变成静态的队 对 因为移动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平衡失去 是 包括呢 这个很多这个 舍身的动作呀 这个大关门的头 可能做得会少了 这样的话 我们会比较开心 因为这是一个电话听战术 被迫电话听战术的一个队攻 相对密度 现在伊利亚斯下来了 现在还是 慢慢的变成 风势 就 哇哇哇 是 伊利亚斯在这个世界上 排名第二 我们刚才也说了 他的原油啊 这个选手非常强悍 是 这个表情还是 非常强 好 就是到最后一个 很漂亮了 现在这个伊利亚斯 他满脑子只想KO球见量 因为他清楚啊 分数上他不如我们 所以他并不想把比赛的结果呢 交给裁判 而秋剑良则相反 我们不用着急啊 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的话 我们是稳赢的 因为前两个回合 分数上是遥遥领先 其实整个我们看 这个三回合的比赛 正观来看 他的进步密度 是这个爬坡式的上升 是的 这是很恐怖 对于选手的整 整体的体能储备 是一个非常强悍的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 毕竟啊 两个人真的是高手间的对决 在这样的舞台上 在荣耀的那台上 我们才能看到 顶尖的对抗 是的 这场比赛也是众所期待的 胜负啊 我们当然很期待 我们更期待的是两个选手 在那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 美学的这种展示 我们可以先不考虑结果 我们先看了一个过程 过程足够进行 现在急于求生的伊利亚斯 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头脑 他只想在第三回合 KO邱剑良 但正所谓 兵来将挡 水来涂掩 邱剑良 是完全不在乎 你怎么来 让狂风暴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我都能接得住 不得不佩服 邱剑良在任何情况下 他的头脑太冷静 太厉害了 做一些重击 现在邱剑良并没有做重击 还是大多数以干扰为主 现在我们看邱剑良 打的还是比较狠 对 这一局夺合的节奏 没有太灵敗了 没错 伊利亚斯一上来的那个 猛空 等于是被削减 但是伊利亚斯的技术力度 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 小心 场地毕竟还是有一些失望 没错 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 在这样一个场地当中 我觉得 应该会给他们两人都留下身体 伊利亚斯后白打到了 这场比赛由于现场的地面过于湿滑 所以说双方的体能消耗下滑很明显 你不仅要防守 要盯着对手 还要进攻 而且还要保证你的平衡性 所以说这可以说是邱剑良 哦呦 神龙白尾 这个时候了 最后一刻啊 也让进场的观众不感到遗憾 也让屏幕前的您啊 也不感到遗憾 因为神龙白尾是邱剑良的招牌绝技 是他的绝活 10秒钟 看现在他有没有输出 来 后子啊 伊利亚斯中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 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 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伊利亚斯中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 伊利亚斯中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 把这些爆发力 沙哥维的垂和黄家